所以預計5月的時候向內政部爭取新建污日水資源回收中心 來提供科學園區再生水的需求 那我們在專案報告裡面其實也有看到 就是說明年要進行第一期的新建計畫 那局長我想請問一下 除了這個時程上面在那個專案報告上面有提到 但是其實我們在預算書上面並沒有看到相關經費的編列 這樣子局長是否是在欺騙民眾嗎 是不是其實根本就沒有要做 跟議員報告 那個國土署他們現在規劃就是福田那邊要做再生水 本來是在污日 那現在他們希望在福田那塊綠地 可以做福田的污水的三期跟再生水廠 都在那塊綠地上 那污日也要做一個做第一期 大概這個兩第一期大概兩萬五千CMD 是啊 我們看到那個專案報告上面 第一期的經費大概是23.8億元 對 我們就等他這個正式 他現在在改改一些時事計畫 然後改完之後就會有核水的東西 那請問一下那你預算要怎麼編 你今年度的預算書裡面並沒有編列 那請問一下明年過的時候 那你要如何編列這個預算 可能就 因為有的是BTO案 有的是本預算用同胞的 他過的時候我們可能就是要 他初期可能就是設計嘛 對 那我們就是用 除了設計之外這個其實是有字籌的喔 局長 有 也有字籌對啊 所以你字籌也沒看到 那你規劃設計現在目前也沒看到 那我們制服自己本身都不編 那你114年度 因為這個是他們要有一個這個通過之後 他會議是同意的嘛 會議已經同意這樣子來分類 那所以我才會質疑說114年根本沒辦法啊 如果是明年度過的話明年度編大概也是後年才有辦法做啊 所以你114年度到底有沒有辦法 那為何專案報告可以寫的洋洋沙沙 直接寫114年呢 因為中央現在給我們的 跟我們開會的進度是說114年 那我們中央很多金額也不一定是今年會直接編 可能他到年初或是什麼時候核准的時候我們再來追加的 所以其實這個114年度要規劃要進行第一期的新建計畫 這個只是預想 並不一定有可能在114年度 因為可能性很大 因為中央已經在會議上有這個承諾 其實實際上應該是說中央可能可以承諾你114年度要給你 但是實際上市府根本沒有辦法在114年開始新建啊 如果你們在這樣子的經費編列的狀況之下 像要開那個福田是要用BTO案的 所以就是會還要水架的這個研議 跟用水端 像跟台積電這個還是要稍微看一下喔 因為時間有限喔 我也想要跟你再提醒一下喔 2019年的時候在烏日西南地區也有舉辦相關的說明會喔 那其中有提到兩大需求 一個是東湖大橋 另外一個就是將西南地區民生的污水納路 納牌 因為我們現在目前那邊是非都市計畫區 所以也希望局長可以很清楚明白的 記得這樣子的兩大需求 OK 局長請坐 那另外呢 我們就想要來問了 如果說我們今天水資源回收中心是能夠來新建的 那我們的東湖大橋呢 那因為其實呢 本席其實有跟建設局這一邊 有那個詢問 那其實非常的明白的告訴我說 未來這個地區看交通發展需求 才能夠來決定要不要做 那我先問交通局局長好了 好不好 交通局局長你認為烏日西南地區 東湖大橋的交通需求 到底有沒有需要呢 跟一座報告 這個所謂需要的條件 可能我要再瞭解一下 那請你評估一下好嗎 那接下來我也要詢問一下 我們的建設局局長 局長 如果評估完之後是有需求的 那請問一下 我們是不是應該要來規劃東湖大橋了 如果未來評估有需求 那地方也有發展的需要 那這個後面我們就開始會來規劃跟做相關的評估 好 謝謝局長 如果我手上其實也有以前東湖大橋的規劃案 如果局長有需...